我們來派的嘉賓又是潘草雄先生 潘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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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先生 今天的遊行是將軍澳那裡反對填海 其實你也有去參與的 其實那個遊行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這次遊行的背景 先回應了一個網友講的東西 這個人叫Witter Miller 我要回應一下他 他就說潘草雄擺明已經投共了 你看看這個人的樣子 今天去遊行示威的屈辱就知道了 為什麼Lucy還要繼續找潘草雄說話呢? Lucy 你會不會立刻停了訪問 不接受這個訪問呢?趕我走呢? 或者這個人的樣子 我要先回應一下他 你先讓我回應一下這個人的樣子 如果Witter Miller這個人的樣子 你覺得今天是屈辱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整個過程 這幾個月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知不知道 問都不問 你在這裡發表你的咎論 第一 如果你這麼不滿的話 你馬上剪掉自己的身份證 先剪掉你的特區護照吧 你不要做香港人了 你不要再說廣東話了 你馬上離開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留在這裡的香港人都是想香港好 香港政府硬掛要填海 完全不理居民意見 聽都不會聽 你說什麼都不會聽 你說什麼有什麼意見都不會聽 現在要去到遊行 要去到示威了 香港政府剛剛出了一個聲明軟化了 整個過程這幾個月的擾讓 他是有來聽經民大會 不只是建制派那些 只是建制派的議員 只是建制派的代表才可以參加 或者建制派才聽 其實派的那些就去到水的居民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香港人都不知道 如果這些Victor Mill 這些赤樓 你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懂 你現在就自己在做豬了 如果你現在說 我們出來示威遊行 現在我被人屈辱 不是你被人屈辱 是我掛牌 不是你掛牌 我這麼強 我都結果要掛牌 你老母臭氣 你這個人 你自己覺得自己很聰明嗎 還好意思寫完這些東西 你自己回去想想 用個豬佬想想一下你 你現在 我現在懷疑你是投共 你是建制 昨天建制才在那裡出了新聞 想禁止今天的遊行 不讓遊行插隔 你就現在有份了 你是否建制派 你是否投共 你是否共產黨的間諜 說話都白癡了 整件事我想解釋一下 香港政府在規劃地政方面 其實我們很擔心的 香港現在的儲備 多少錢呢 七千多億 香港又說要起明日大禹 又說要在北部都匯區 將個137區又要說 在凹凸那裡填海 跟著132區又說要填海 龍古灘又說要填海 周圍都要用錢 整件事香港有多少錢呢 很快而已 下年就不用講講加稅了 再這樣亂費錢就講加稅了 好了如果你說真的說 喂我們不夠房屋住 我們香港人簡直是慘到 連公屋輪候策都搞不定的 那些政府白癡都這樣 所以算完數之後 無辦法之下現在是沒有地了 是一定要填海做地的 那你就算一條數 去大家亂青亂坐 如果需要的就找一個可能的方案 好了如果林鄭月娥年代做的 過度性房屋 55萬一間 去了李家超年 突然間變成88萬一間 同一樣東西 改一個名字叫做公屋 就當香港人是白癡 難道我們不出聲嗎 好了出聲 現在政府就這樣 都按住你 報道又不報道 好了現在這些黃 我再說了 黃營的KOL 只是一天到刻說了一些廢物 一天到刻就在那裡騙Like 在騙收視 一些實質的事情都不說 一些實質發生的事情都不會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都不知道 我只是問你中國132區是什麼 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要說話 人家做了幾個月 人家不斷地跟政府在爭取 不斷地跟政府在爭取 政府的態度就是採你那裡騙的 是的 他是採你那裡騙的 採你那裡騙就要進一步 進一步的警察在那裡攔 好了 攔幾次之後 他現在要掛牌 現在屈辱的那些是我們 我們願意去掛牌去遊行 去給壓力他 那你還在爭取什麼鬼呢 我也不知道你在爭取什麼鬼 那個什麼Milk Rita Milk 你快點回應吧 你快點回應吧 什麼叫做投共 你老母 你知道為什麼我可以這樣投共嗎 我沙中線跟政府 跟港鐵和麗頓打的時候 你在哪製度啊 我要賣樓跟他打官司 你在哪裏我問你 說話完全是豬 八痴一個 好啦我再說一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發展這一步呢 整件事是星期五發生的 首先就是星期五那天 為什麼我們的發展局局長可以出來說 現在明天大於在諮詢階段 諮詢階段 很大很簡單 在規劃地證整個程序呢 政府做了政策 在落實之前呢 要諮詢社會公眾 在社會公眾拿了共識回來之後 有了共識才要再推 好了但是啊 我們的林漢豪說什麼呢 他說什麼拆東西呢 他就說 現在諮詢階段還沒完的 諮詢還沒完的 他就說什麼呢 現在不是起不起這個問題 現在起好一點而已 那就是說 你會不會反對我照樣起的了 這是什麼說話 這是什麼態度啊 他簡直是傲慢啊 好了 我們願意接受去遊行 接受這個掛牌遊行 甚至接受拉打遊行 接受限門100遊行 今天天空又做美了 好了有部分居民來了 站在樓梯上的 看到這樣被人圍著影 都不敢下來 好了不要緊 不要緊 蕭遊行 接著發展局今天出了什麼聲明呢 反正聲明呢 可能這個Victor Mill都還沒查看的 什麼都不查知道 就在那裡吵邊巴巴在那裡說話 發展局今天發了聲明 他就說呢 最後一段就說 此外我們會研究 盡量採用削波方式 以減少填海面積 並且考慮將部分設施 搬入硬洞的可能性 那麼香港也都確保 我們會確保呢 六個設施的設計外觀營運呢 都不會呢 是具厭惠性和為社會帶來滋擾 本來他不是這樣的態度 他本來說我不用理你 我六個就召起 現在那些建制派議員呢 全部沒有人反對 我採理有味 我放在立法會那裡 就全部通過 禁制通過了 問題就是知道那群人 夠不夠膽去投票禁制 贊成的而已 還是躲起來的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他一定通過了 我不用跟你說話 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說話呢 那六個設施 你這七個知不知道是什麼 知不知道是什麼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浪費時間看過 第一個 他說是電力設施 他說要買電 他說因為環保 因為要達到2050年炭中和 所以就要跟中國大陸買核電 沒問題 如果你是這樣一早就決定的 借展環這個 就是借展環的廢觀 如果一早本身是因為2050年炭中和 你需要去跟中國買核電的話 那你就不應該批准港燈和中電 是不斷將現在的燃煤機組 改為燃氣機組 那這些豬 你知不知道燃氣機組 和燃煤機組有什麼分別 就知道豬 分別就在於 現在的燃氣機組 是斷8億地扔下去重建 拆掉 不要現在的燃煤機組 改為燃氣機組 然後就加了電費在我們身上 你知不知道電費怎麼加這麼重要 不只是燃料費問題 還是一個資本性投資 就是因為利用管制協議 港燈和中電 他只要放棄了現在的燃煤發電機組 改為燃氣發電機組 新建的燃氣發電機組 斷8億地扔投資 就是香港人給了錢 好了 當我們給了錢的時候 已經給了錢 不斷在興建 南丫島已經興建了12號機組 燃氣發電 好了 建完之後 接著現在他說 我也解決不了這個 就是炭中和問題 原來我要跟大陸買電 那你一早跟大陸買就不要站了 大陸買便宜一點 我為什麼自己要建 好了 接著就算要跟大陸買 為什麼香港政府又要填一塊地比 中電和港燈給電力登陸 我真的莫名其妙 一向就是他們自己的資本性投資 在利用管制協議之下 是港燈和中電自己出錢的 在他們自己的範圍裡面做的 你不是在龍谷攤好 你不是在南丫島好 就接電 關你什麼事 關你什麼事 無關香港人的事 無端的事 為什麼要在那裡建大約5、6公頂 填5、6公頂的海 給他接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另外的填海132區 有10公頂到12公頂 是垃圾設施 好了 這個又到謝展華文 為什麼我們無端的事 要建12公頂10公頂的填海區 來做垃圾設施 Lucy 我想問一問你 這個就這樣聽下去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覺得是沒有問題呢? 我們對這些背景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們現在有簡單的新聞的訊息知道 它有做一個填海區 它只要落過二五線遲屍 放在那裡 對居民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 我們每一個居民可能都不會喜歡 還有一些訪問都覺得 你已經要五線遲屍 香港有這麼多的地方 你沒有理由全部放在那個地方 給一個地區的人全部用 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要處理好 還有給民眾一個安心 釋除它的意義 你到底是不是全部放在那裡? 你放在那裡對他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對他們的健康環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理想當然了 嗯 好了 又回應一下Richard Mill 這些捉鬼敢死隊 簡直是八癡的豬來的 好了 整件事很簡單 你又不去留意自己的香港社會發展 我不管香港政制發生什麼事 在之前之後 十年前 今天到今天 你究竟知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香港有一個交袋的垃圾徵費 你知不知道呢? 好了 現在搞到一窩粥 現在就說2023年那點都實行的了 好了 點都實行之後目標是什麼? 為什麼要垃圾徵費?為什麼要交袋徵費? 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要減低都市固體廢物 目標就是減一半 他覺得收了你的交袋錢之後 逼你們這些傢伙用少些交袋去扔垃圾 所以固體販物就會減低一半 好了 另一方面呢 他現在開了全部陸在區區 然後將環保回收增加五成 你想想一下 本來在去年計算了 我們未有垃圾徵費或者交袋徵費 又未有大規模地推動環保回收 在那時候我們有一百個優點的垃圾 就是整個香港產生一百個優點 一百個單位的垃圾 好了 接著政府就說 我收了交袋稅之後 我的垃圾長遠就會跌一半 就是說由一百跌到五十 就是一百個優點到五十個優點 好了 接著那五十個優點當中 有一半會做環保回收的 就是說有二十五個優點 就是剩下二十五個優點 就是真的是垃圾 另外二十五個優點 就放在環保回收 而環保回收 在你的垃圾站 家裡的垃圾站已經分類了 就不是去到中央處理的 好了 現在我們有哪一個 中央處理的垃圾站 是爆灯 搞到香港周圍垃圾味的垃圾沒有 就是說香港現在產生一百個單位的 垃圾的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任何的缺失 就是說我們現在香港處理垃圾設施是足夠的 好了 第一個 我都不問你無緣無故 你現在垃圾設施是足夠的 你無緣無故再填實公體海出來 建什麼垃圾站 第二 你本身現在你說今年年尾就是垃圾徵費 用膠袋稅徵費 然後就會壓低垃圾量 然後也會增加環保回收 垃圾量最終跌到只有兩三成 當成三成 為什麼你還要增加中央處理垃圾設施呢? 這個完全講不通 這個簡直是謝紫環是白痴來的 明明我要用的垃圾站的土地應該減少了 屋苑的土地要的 但是中央的要減少了 因為不需要在100個屋苑裡面 很多垃圾車要一個中央的垃圾站處理 因為少了很多垃圾 所以現在的中央垃圾站 包括西九、港島、沙田的垃圾站 已經足夠了 好了 接著回到他無端端白痴 說我要在江湖再建一個 那是傻的 我們香港人不可以出聲嗎? 是不是很多錢呢? 你是不是下年很多稅交呢? 好了 接著垃圾站之外 去到另一個了 另外的五公廷大四分一土地 就是公眾填料 什麼叫公眾填料呢? 你懂不懂? 什麼都不懂 你就出來捉鬼 都不知道捉了屎 都不知道搞什麼 公眾填料 現在政府就認為 他包裝就是 我填海是環保填海 他在說謊 我們就要踢爆他在說謊 我們要計算 告訴公眾 他現在在說謊 在騙大家 什麼叫環保填海 他就說 我現在不會買海鯊 不會挖海鯊 海鯊很不環保 那早前 規劃處和 普遍工人措資處 兩個處長不是出來拆的嗎? 他就說 我接下來的環保填海 除了用深層攪拌法之外 還用飛進滑式填海 然後另外 我的填海的填料 是不會用海鯊 不用掘海鯊的 所以就很環保 為什麼不掘海鯊 用什麼去填呢? 他就說 用香港的填料 香港的填料怎麼來的? 就是香港拆下來 或者香港翻用一些 建築物料 丟去堆田區 堆田區 把它分類 變成公眾填料 在公眾填料 就在公眾填料 就丟到海上 填一個島出來 一半是這樣用 另一半就在大陸買了機衫 所以就不會破壞環境的 這些就是豬 相信他那幫香港人就是豬 現在我們就告訴大家 這些是豬才會相信的 現在這個蜜蜜蜜 我們去屈辱掛牌 我們願意出來 拉著條帶去游行 不是你來的 你不用出去 你坐在家裡 捉什麼鬼 好了 整件事簡單 現在就算你要填五公艇的土地出來 用幾十億填五公艇的土地出來 在那裡裝模作樣 認看好在那裡說謊 在那裡裝模作樣 說明日大嶼是環保田海 根本就是不環保 為什麼呢? 明日大嶼總共要三億立方米的沙去填海 現在政府就說 我只是環保田料 就是說用回這個公共填料 就是用回香港自己的材料 那些垃圾呢 我可以填到一半 就是一億五千萬坊 一億五千萬 好了 我們看一看 現在張光的填海區 你就要填這麼大的 在地圖整個東西填出來 那裡可以擺多少填料呢? 那裏面就是大概五萬平方米 在城裡就說五十米高 五十米高大概是幾高? 大概是十四十五層樓左右 十五層樓高 堆這麼高 十五層樓告訴你 整個現在的填海區 四分一拿來擺堆沙 堆泥堆這個就是填料 都只有八十萬坊 一億五千萬 比例 你能看得到多誇張 就是說 不要說1% 0.5%都還沒到 就是說 政府是當我們白痴 現在當我們豬 他告訴你環保填海 隨便隨便 放幾十億下去 將那裡填海出來 放泥沙堆在那裡 現在我們正在用泥沙填海 相信他就傻了 如果沒有人就相信他 那些藍營那些白痴就相信他 簡單說 那裡只有八十萬坊的容量 你怎麼填一億五千萬坊的位置